Hello guys, here is Aski, 我是 Aski 奧斯琪 我今天想講的是關於我考到 如何考到公費留學資格 參加所需要的條件是必須要在花蓮住門10年 並且國中都就讀花蓮縣的國總 首先,我們在考公費留學的時候需要準備的是 初審,而初審的是比試 所以有很多人在同一個教室裡面進行考核 而考試分數通過的呢,就會進到下一個步驟 也就是複試 而初試比試的部分呢,難度沒有很難 就是一些美國日常用語 跟一些簡單的數學題 就是考一些什麼 plus minus times 那類型的簡單的數學 只要聽得懂這些 詞語後的話,基本上是蠻大的問題 再過來呢,就是複試 當你的初試通過之後 那個主辦方就會通知你說 欸,你通過了 所以說要進行複試 你就必須要寄書面資料給他們 而書面資料的準備內容呢 會有需要戶籍成本跟戶口名簿 要證明你有在花蓮涉及十年 再過來呢,就是 在學校的英文平均要八十分以上 第一學期的學業總平均數要達到七十分 門檻也不算太高 再過來呢,你需要的是推薦信 你需要找兩位 跟你比較熟的老師寫 英文的推薦信函 考核申請表的會長 這個樣子 他們會寫著你的 需要哪些資料跟文件 然後這一張的背面呢 他會寫說 你需要就是 同意啊不同意啊之類的 就是 還有導師簽名 再過來呢,就是 導師的評語跟意見 這些都是要找你的老師做簽名的 然後 同意書 然後 切結書 就是要簽名 然後找老師找家長 就是一直簽名 然後 其中一位需要的是 你的班級老師 再過來呢 是學習計畫書 裡面要包含 參加動機 相關經歷 學習規劃 生活表現 跟 反國後你會怎麼回饋 就是 讓你參加這個活動的憲證 而這些內容呢 基本上 就 假設 身邊有 比較懂英文的 或是去找英文老師 幫你修正你的文法啊 內容都是沒有問題 再過來呢 就是 個人同意書 還有你的家長同意書 這些就是 副審的 書面資料的部分 再過來 當你的書面資料通過之後 接下來的是 最後的審查 也就是面試 會有 不同的 會分成三間教室進行面談 然後 每一間教室都會有三個老師 然後 你要進去跟他們進行對話 他們會用英文問你一些像是 欸 你在美國 如果有人跟你告白啊 會怎樣啊 然後 如果有人提到 就是 關於 國家啦 政治的問題啊 你會怎麼應對啊 或者是 就是 你在美國的時候 如果遇到什麼狀況 會要怎麼應對 這類型的 就是 考驗你的 應對能力 你的反應力 跟你的想法 價值觀 跟心態 這一些問題 有些 考官的 口語表達 並不是那麼清楚 所以你 不見得 聽得懂他們 想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這種時候 你就必須得要 請他們再講一遍 不然的話 你是真的 沒有辦法理解他們 到底在問什麼問題的 嗯 再過來呢 面試有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面試需要準備一項才藝表演 呃 我本人呢 不會吹直笛 然後 又沒有什麼可以 就是 音樂相關的 才藝 所以說 我就把 我的 因為我本人有在畫 圖 所以我就帶圖去介紹 可以帶去 像我介紹畫 也是通過了 所以說 不用太擔心說 自己 沒有才藝怎麼辦 就把你拿手的東西 能 帶去 表現給評審看的東西 帶去就好 而在你通過之後呢 你需要準備的東西 就有你的自傳 而自傳的功能呢 就是要幫你配對到 跟你興趣相符 或者是跟你合得來的 轟家 轟家的意思就是 技術家庭 就是你在美國的時候 就會技術在他們家 他會負責跟你一起生活 而他們呢 跟我們學生一樣 是經過挑選出來的 由 嚴格的背景審查之後 選出一些 就是沒有任何犯罪背景 然後就是 安全的家庭 讓學生去的時候 可以安全的生活 而你的自傳內容呢 一定要 就是清楚的提到 你自己喜歡什麼 像喜歡狗 喜歡貓 喜歡小動物 喜歡拼模型 喜歡玩遊戲 都是沒問題的 像我本人喜歡拼模型 喜歡玩遊戲 剛好我的轟哥 喜歡拼模型 所以說他非常的期待去 我去那邊 跟他一起拼 然後一起分享 拼模型的一些心得 跟 就是互相交流一下自己的經驗 所以說 你的興趣 不管是什麼 都可以想去 你都可以找到 自己 合得來的 公家 然後 需要知道的是 通常 配對到的 都會是一些 小地方 不會是什麼 大城市像紐約 不會 通常都在鄉下地方 然後在你通過審查之後呢 你需要進行的 就是一連串的 接種疫苗啊 然後 做 什麼 辦理手續啊 然後 就是 進行 就是 購買保險的動作 然後 就會有很多份文件 然後 你就需要去醫院 請你的醫生填寫 這類型的標格 就是 你的身體狀況啊 然後 你的 身高體重啊 然後 你的 有沒有什麼 用藥過敏之類的 然後要請 醫生 蓋章 現在是 看 要找你的醫生蓋章 要去 加醫科進行診斷 然後 這些表格呢 都要保管好 你簽完之後 要打印一份出來 然後 之後都要帶去 每簽的 在做 進行在 台灣 美國在台協會 進行每簽的時候 要需要很多資料 而他有可能會跟你要很多 像 每一份 財務證明啊 什麼的 然後 你的 什麼 戶籍藤本啊 之類的 他都有可能跟你要 也有可能 就只需要 就是 給他看你的 那個 簽證頁 跟你的護照 就這兩份 也是有可能 所以 不一定 看當天你的 面談官的 那個 心情 如果他就是想要 然後趕快下班的話 可能就 就會 讓你快點過去 然後 所有東西都辦妥之後 他就會把你的護照收走 就表示說 你通過他的審查 影片結束啦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並且按上喜歡 並且關注我的影片 來知道更多 關於消耗學生的事情 那麼我們下次見 掰掰